近日,有官媒爆料,肖战又传来好消息,2022版《如梦之梦》话剧演出即将闪亮登场,三成巡演,许多粉丝观众看到这一消息,都激动万分,都纷纷表示,终于补场次,又可以重温莲花池,看肖战话剧演出了。 去年,受疫情影响肖战《如梦之梦》话剧演出全国巡演,被迫暂停取消了几场,有粉丝说,这次补场次,无论如何都要抢到票,就算坐飞机去,也要近距离地感受一下。 肖战饰演《五号病人》的精彩表演,肖战的演技,也在这次《如梦之梦》话剧演出中,得到了淋漓尽致,游刃有余地释放,让更多粉丝观众,看到了肖战演技的细腻和真实。 总之,每一次肖战有什么演出活动,就会看到一些酸柠檬和酸鸡跳脚,冷嘲热讽肖战,想想真是林子大了,什么鸟都有,那些看不惯我写肖战的人,希望你们不要三番五次,厚着脸皮跑来我这里围观点赞了,没必要,我也不稀罕,我始终相信,肖战会越来越好。 这次2022版《如梦之梦》话剧演出,经过内部一致讨论决定,再重补三场,让那些去年抢不到票的人,又重新点燃了激情和希望。 肖战《如梦之梦》话剧演出十周年巡演,这真的是一个好消息。 自今年12月起,肖战就要在西安、云南和北京厂进行话剧演出了,期待《如梦之梦》十周年演出,也期待肖战在话剧舞台上的精彩演绎,一直觉得话剧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艺术类别。 没想到,肖战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演员,会有勇气去参演话剧,而且,第一次出演,就是这么有名的话剧《如梦之梦》。 通过Vault中肖战对五号的描述,你可以看出,肖战理解把控人物的性格有多么的精准,他脑中像有一个感知能力非常敏感的触角,往外伸着,感受着一切细微细小的变化,再通过大脑很负理性的思考,将之解构归纳。 这一步努力和天赋并存,感性与理性并存,最神奇的是,他又能将他感知理解的一切精准表达出来,而且表达得如此富有感染力。 这种射人心魄的人格魅力,又岂能让不魂切梦绕呢?